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 我们来关注更多的史诗要闻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31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禁衔仪式 上午时时许 禁衔仪式在国歌声中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宣读了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 禁声上将军衔命令 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主持禁衔仪式 这次禁声上将军衔的军官是 火箭军司令员往后边 火箭军政治委员徐熙胜 禁声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 来到主席台前 习近平向他们颁发命令状 表示祝贺 佩戴了上将军衔兼章的两位军官 向习近平敬礼 向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敬礼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禁衔仪式在军歌声中结束 随后习近平等领导人 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 合影 红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给模范空降兵连 全体官兵回信 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 并致以八一进军节的祝贺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 官兵们以黄继光老班长为榜样 传承英雄精神 争作英雄传人 实现全面进步 连队长年保持先进 自己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 习近平表示 希望官兵们牢记使命 珍惜荣誉 弘扬光荣传统 底力血腥胆破 苦练过硬本领 努力锻造赶打必胜的空降利刃 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31号 致信祝贺中巴经济走廊 启动十周年庆祝活动 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 习近平指出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 重要先行先试项目 自2013年启动以来 两国秉持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 推进走廊建设 形成了一批早期收获 为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展 增添新的动力 也为地区互联互通和一体化进程 奠定良好基础 中巴经济走廊 已经成为中巴全天候有益的 生动权势 为两国构建新时代 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提供了重要支撑 习近平强调 展望未来 中方运同巴方一道 坚持高标准 可持续惠民生目标 不断完善布局 拓展深化合作 将走廊进一步打造成为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 示范性工程 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中方将始终 同巴方坚定站在一起 携手同心 砥砺前行 弘扬好 铁港有益 统筹发展与安全 开展更高水平 更广范围 更深层次的合作 推动中巴全天候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迈上新的台阶 为两国乃至地区的 和平繁荣 做出更大贡献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俄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俄乌战事持续 俄方在周一称 乌军炮击顿涅茨克市和扎布罗热州的一座村庄 总共造成6人死亡 26人受伤 乌方官员指出 俄军周一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 克里谢维里赫市 发射了两枚导弹 造成6人死亡 75人受伤 死者包括了一名10岁的女孩和女孩的母亲 乌军日前 在乌克兰东南部发动反攻 从俄军手中夺回斯塔罗马 约尔斯克村 反攻先头部队表示 这场战役比预期更加艰难和血腥 乌军员计划使用两天时间夺下村庄 但由于错过突击进村的正确时机 俄军已做好准备 乌军遭到反坦克武器和榴弹发射器攻击 车辆也压上反坦克地雷 最终经过多番血战 终于重新夺回斯塔罗马约尔斯克 取得几周以来最大进展 据报道 俄军在乌克兰南部修筑多层防御攻势 阻挡乌军反攻 由乌军士兵就表示 俄军有计划的破坏道路挖设坑道 让乌军车辆很难进入村庄 即便步行前进也相当困难 由俄方控制的顿涅茨克市和扎波罗热巴桑村 举报都遭到乌方袭击 在顿涅茨克市 有房屋被炸成一片废墟 一名女子在炮击中身亡 尸体横沉在地上被盖上床单 另外有炮弹击中一辆公共汽车 车身被烧成焦黑 紧上车架 现场浓烟弥漫 多人死伤 而乌克兰中部城市 乌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 克里维里赫就遭到俄军导弹袭击 两枚导弹分别击中一栋住宅楼和一所大学建筑 九层高的住宅楼一侧被炸出大洞 冒出滚滚浓烟 当局称废墟下仍有被困民众 超过350人参与救援 泽连斯基当天发文谴责俄罗斯 频繁将民用设施和住宅作为目标 强调这种恐怖行径 不会吓到或击垮乌克兰人民 泽连斯基前一天刚表态指 战争正逐渐回到俄罗斯土地上 另外俄罗斯退出黑海粮食外运协议后 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成为乌方重要议题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 在与到访的克罗地亚外长拉德曼 举行会谈后表示 双方同意探讨使用克罗地亚 在多瑙河和亚德里亚海的港口 出口乌克兰粮食 并将努力建立通往这些港口的最有效路线 风宏卫视增合报道 俄乌双方持续发动攻势 殃及了许多无辜的民众死伤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师 评论员郑浩来做分析点评 郑先生您好 两位早 俄罗斯指控乌克兰用无人机袭击莫斯科 另外一边泽连斯基的家乡 又被俄军导弹袭袭击 所以从当下战事进展来看 你认为俄乌冲突的局势 是否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实际上从6月初 乌克兰声称举行大反攻之后 我们看到的俄乌战争 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 一方面从正面战场上看 乌军的挺进 速度非常的缓慢 遇到了俄军的完全的抵抗 另一方面 就是相互 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 相互都对对方的民运设施 进行了无人机的攻击 俄罗斯当然利用远程的导弹 对乌克兰进行打击 重点仍然是民运的设施 那么从这一轮的 俄乌的冲突来看 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就是一方面在战场上 那么双方的交战非常的惨烈 而另一方面 双方都加减了 对对方的民运设施的攻击 而且我注意到 特别是乌克兰方面 动用了大量的直升机 开始对俄罗斯的本土 包括莫斯科 进行无人机的攻击 虽然成功的次数并不多 但是仍然对俄罗斯的国土安全 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所以从这一轮的 俄乌战争的明显的一个特点 可以看出就是 双方都在加紧 对对方 无论是军队还是后方 进行了这种有效的打击 那么当然了 我们也看到 实际上这场战争 持续到524天 仍然是难分胜负 应该说从未来一段时间来看 恐怕还会持续下去 就是这场冲突还会持续下去 根本就看不出来 哪一方占有绝对的优势 我也注意到 在前天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副主席 梅德维杰夫再次提到 核战争的这样的一种说法 他说如果说 乌克兰的所谓的反攻 能够取得胜利的话 能够成功的话 那么不排除的俄罗斯 会改变核理论 或者是动用核武器的一些政策 对乌克兰的发动核战争 梅德维杰夫已经是多次提到核战争 而且他经常地用核武器的 或者叫核威慑 来描绘这场战争的一个终结情况 那么这样的话 让国际社会非常担心 俄罗斯是否对这场正在进行的冲突 并没有绝对的胜利的把握 也就是说从信心方面开始有一些顾虑 因为乌克兰方面是得到了西方的 大力的军事援助 而且在无人机的攻击方面 已经摸索出了一定的经验 开始有了自己的无人机的 这种作战的部署 特别是对大桥公路 国防设施 包括政府部门 进行无人机的这种攻击 因此莫斯科是否担心 在下一轮的升级当中的这种冲突 可能乌克兰会在某些方面 有一定的或者叫占据上风 所以莫斯科可能会担心 未来的这种战争的走势 会越来越不利于俄罗斯 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还不至于 但是美德维杰夫再次的释放出 这种所谓的核战的这样的一个理论 让人多少感觉到 莫斯科可能对特别军事行动 并没有完全的十足的一个取胜的把握 当然了 面对的这种俄罗斯的核威慑的 或者叫核威胁的这种言论 乌克兰方面是否会退缩 我们也看不出来 双方有在近期进行 这个和平谈判的这种 这种这种迹象 应该说呢还是 就是乌克兰方面还是要把战争 进行到底 那么从当前的整个的这种态势来看 并没有屈服于核威慑 或者叫核打击的这样的一种言论 我注意到就是 虽然呢现在是中国的外交部 例行的记者会 修会的期间 但是呢外交部呢 仍然对书面的有关的问题进行解答 那么对于俄罗斯最新抛出核战的这个理论 中国外交部是否会有正面的一个回应 这个呢是在今天或者是明天 我们所期待的 如果说中国外交部避开了这样的一种回应的话 那么让国际社会更加的猜疑 那么中国在俄乌冲突这方面 特别是有关国家 不断地释出核威胁 核战争的这种言论这个立场方面 是否会有一些改变 所以呢我们期待中国的外交部 会在今天或者明天 对有关的问题进行书面的一个声明 来表明中国在核战这个问题上的严肃的立场 两位 是 谢谢郑浩先生的分析解读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 31号召开全军电话工作会议 邵一谷表示 近在7月份乌军就损失了2万0824人 各种武器装备2,227件 其中包括损失10辆暴使坦克 40套美国M777火炮系统等 星期一 俄罗斯国防部部长邵一谷 在俄军高级军官的电话会议上表示 星期一的当天 在扎波罗热方向前线稳定 乌克兰军队试图在扎波罗热的拉伯特尼附近 向俄军在皮亚提哈特基地区的阵地进行攻击 但是遭到了俄军炮火的拦煮而未过 俄军的情报系统显示 乌军在扎波罗热鼓利埃波勒 奥列霍卧以及卡米斯基附近 由坦克和装甲车机预备队进行重新集结 乌军使用了急速弹药进行炮火准备 俄罗斯专家认为 在未来的几天内 乌军的攻击将以新的力度进行恢复 在对捏刺客方向的中部 沃尔诺瓦哈以西52.5公里的 斯塔洛马尤尔斯科耶顶居点 乌军集中了优势的兵力 企图突破俄军第一道的防线 但是目前这个定居点 实际上是处于灰射的地带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这个区域无法立足 据现场报道 激烈的战斗中 有一只向乌罗扎伊诺伊方向 猛攻的乌克兰特种部队被摧毁 最艰苦的战斗 也正在这个方向上的 独立尤特耶定居点附近进行 乌军正在进入到俄军的防御阵地 乌军正在大诺沃塞尔卡 杰米罗夫卡 以及诺沃波尔丁军点区域 形成了突击群的防线 在阿尔乔莫乌斯克 及巴赫木特方向 乌军继续攻击 克列西耶夫卡的战略支撑点 也有报道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再次进入到这个村的南郊 在安德烈耶夫卡附近的俄军的彻翼 也遭到了同样的威胁 星期一的清晨 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向扎波罗热方向的 比尔霍夫卡附近挺进 阵地战正在进行之中 在敦巴斯北线的红色利曼斯基 和斯瓦托夫斯基方向 乌军试图在比尔格罗夫卡附近 发动反攻卫火 在新格罗夫卡附近 俄军正在热烈贝茨河左岸 扩大自己的据点 在哈尔科夫的库皮杨斯克方向 俄军在库泽莫夫卡附近 向前推进 并占据了反攻更加有力的触发地点 据悉 以纠母一带的乌克兰地方行政机构 已经撤离 红号卫视卢语光 莫斯科报道 已经持续500多天的俄乌战争 令到美西方与俄罗斯的对抗白热化 风火甚至延烧到了3000多公里以外的北极 在挪威位于北极圈内的领土 斯瓦尔巴群岛上 受到历史等诸多原因的影响 这里居住并且生活着大量的俄罗斯人 而他们的境遇也因为战争的爆发而改变 风火卫视发起北极行动 派出了采访组亲赴斯瓦尔巴群岛 直击地缘政治博弈下的北极 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位于北纬74度和81度之间的斯瓦尔巴群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它虽是挪威的领土 却不属于深根区 自苏联时代起 便有大量从事采矿业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定居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 随着美西方制裁的层层加码 俄罗斯在这里变成了一个颇为敏感的话题 在记者一行乘搭的环斯瓦尔巴邮轮上 上至船长 下至导游 当被问及与俄罗斯相关的话题时 大都是三间其口 讳莫如深 艾莲娜来自圣彼得堡 近几年一直在斯瓦尔巴工作 俄乌战争爆发后 她与其他俄罗斯同事的生活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而乌克兰战争的爆发 也促使北极理事会成员国 纷纷暂停了与俄罗斯的合作 原本有俄罗斯直接参与的 众多合作项目被迫搁置 Russia's top arctic official Mr Nikolai Koshnov made it clear that Russia could in the future withdraw from the consul What's your take on that? Do you think the consul can be fully functional without Russia? It would not be the same It would be less the work would be not as inclusive if Russia withdraw We do hope that there is possible to have a future within the consul with all states including Russia I will not speculate what will happen if Russia decides to withdraw We are working again 霍格隆德强调 现阶段与俄罗斯的 沟通渠道依然畅通 他会尽最大努力 将俄罗斯拉回北极朋友圈 凤凰卫视采访组 挪威斯瓦尔巴报道 西非国家尼日尔 在上周军事政变当中 被扣押的总统巴祖母 首都露面 扎德总统戴比 30日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他同代巴祖母 会面的照片 途中巴祖母面带微笑 坐在沙发上 而这是尼日尔发生军事政变 接近一周以来 巴祖母首张公开的照片 戴比7月30日 飞抵尼日尔首都尼亚美 会见政变领袖奇亚尼 试图斡旋政变所引发的僵局 另外美国军方 在7月31日表示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曾经于27号 也就是政变一日 与尼日尔军方总参谋长 希迪库同化 对局势表示了关切 并商讨了当地美国公民的安全问题等 多个国家在尼日尔政变之后 一直要求政变军人释放巴祖母 并且恢复起总统职权 好 下一节关注两岸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受到台风杜苏瑞的影响 北京河北多地连日遭遇强降雨侵袭 在北京有房屋和大量的汽车被冲走 至少有两人死亡 北京市防汛抗汉指挥部城 防山区和门头沟区31号的平均降雨量 远高于2012年的721特大暴雨 而根据国家房总等会商研判 北京大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到大暴雨 洪涝灾害的可能进一步加剧 在门头沟新城主城区的新桥大街 整个街道31号中午一度变成河道 积水深达半米 到晚间已退却 大量杂物也已基本清理完毕 不过道路周边仍有淤泥 树枝等杂物堆积 门头沟路仍有少量积水 不过抢险救援车辆可安全通过 鉴于地下室进水 门头沟区医院暂时停电 院内重症病人都已第一时间转移 并获妥善安置 为保证医院正常运行 以启用大型机器加速清淤 尽快恢复一廊设施正常运转 周边街区道路交通已在逐渐恢复 目前北京全市交警 市政 电力等各部门 及道路轻障单位从全市调集力量向门头沟聚集 全力帮助门头沟尽快恢复正常 在受灾严重的冯山区一名老人不深溺水 蓝天救援队人员在青雲谷镇一处小区 搜寻的老人遗体 庶民救援人员在积水中将被包裹起来的遗体 幻混运出 冯山区豆电镇积水严重 在渔庄有停车场被水淹没 车辆漂浮 而在邻近的苏村 积水深达1.4米 没过胸口 有人员受困 蜀地应急队伍和武警北京总队官兵 呈橡皮艇赴当地营救村民 有人吗 有没有人 军人员用橡皮艇将受困屋顶 车顶的村民救出 后续进行送医 安置等工作 冯山区政府31号下午发消息指 区内河道均已出现超标准洪水 同时城市积水 内涝较为严重 多出路段无法通行 呼吁全区市民减少外出 抢降雨还导致永定河水为机长 现红造成丰台小青河桥 西向东第四跨位置发生垮塌 停在桥上的无良汽车落水 经初步判断 不涉及人员落水情况 相关部门正查找车主 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 凤红卫系综合报道 根据北京市防讯办最新消息 截至31号晚上8点 这一轮降雨以来 全市转移民众52384人 当前 房山区大石河流域 巨马河流域已经出现了超标准洪水 沿线多处出现了险情 呼吁沿线市民按照统一部署 及时转移避险 北京市防讯办表示 目前北京已有107条山区道路封闭 301处山洪沟道关闭 再建工地共停工4069项 全市所有景区乡村民宿全部关闭 在受降雨影响最严重的门头沟区 降雨频度高 强度大 在新手岗桥下 永定河水十分湍急 部分树木被洪水带倒 在下游的桥墩不远处 沿河而下的树枝和树根 会成一团 而在上游河道 周边的桥梁 围栏等基础设施破损严重 路面上满是树枝和垃圾 部分路段积水成河 车辆驶过 水流没过底盘 不少途经的小型轿车选择掉头绕道 在中心街道 洪水虽已退去 但低洼路段的积水仍较严重 地势高一点的位置满地淤泥 有民众就表示 没有预想到降雨影响会如此之大 我在大好多年了 十几年了 然后有开会送过它 没有 没有 第一次 水势确实挺惨重的 给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太多的不方便了 主要有哪些不方便呢 你看看 至起买了你的车 有的人家庭里的车都被冲跑了 现在这个线路也中断了 回不了家 我们现在属于回不了家了 原来下车就跟新疆下车 也就是走十分钟多一点 现在就有点绕这大圈 就是太远了 等着就差不多一小时吧 由于降雨导致自来水公司 相关泵房被淹 门头沟部分小区出现了停水 自降雨以来 北京全市公街报108处积水信息 46处已处置完毕 他方 山体滑坡等14处地质灾害中 有两处已处置完毕 截至31号晚8点 北京共转移民众52384人 凤凰卫视 孙伟坚 许宇轩 北京报道 香港方面 香港警务处跨部门反恐专则组 从今天起展开全港宣传活动 推广全港的低势司机 建议急报运动 希望能够发挥全港4万多名的低势司机 在社区安全方面的重要把关角色 共建安全社区 为确保香港有充分 而且不断强化的反恐能力 执法部门需要加强情报缩集外 大众市民在反恐上的角色 也不容忽视 香港警务处跨部门反恐专则组 8月1日起展开全港宣传活动 推广全港低势司机 建议急报运动 共建安全社区 据特级政府统计 全港共有超过1万8000辆势 以及大约4万6000名活跃的低势司机 警方表示这些司机 每日在全港不同地区行驶 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和事 甚至有机会接触到与社区社报 或者其他罪案相关的消息 在社区安全方面 担当重要的把关角色 近期警方就遇到过多起热性司机 成功协助警方拘捕不法分子的个案 6月的时候就先后有两个的士司机 分别在屯门和上水 见到有人在街上持有武器 于是报警 最后是成功制止了 有两宗的黑康打斗 和一共拘捕了7个疑犯 今个月7月 也都有另一个的士司机 在大围 接载一名可疑的乘客之后 他迅速报警 令到我们警方及时拘捕 一个涉嫌贩卖危险药物的男子 此外专则组在今年3月 发放首宗反恐赏金的举报人 也同样是一名职业司机 他在载客期间留意到 有乘客商讨策划暴力袭击 其举报后 两名涉案人士 以炸弹核炸行为的罪名被定罪 专则组表示 会以司机群体为推广目标 向他们推广反恐发炸资讯 包括如何辨识可疑人物或者事情 以及鼓励业内人士 事实举报射股射报和其他罪案的消息 期望与全港电视司司机 及业界携手合作并肩反恐 而专组组去年6月 推出反恐举报热线 以及反恐赏金之后 截至今年7月中旬 热线供接获超过2万条讯息 涉及超过5000宗举报人次 凤好卫视 赵龙相告报道 开学季临近 对于来港求学的学生而言 租房是最关心的问题 最近有内地生为了租房通宵排队 引发了广泛争论 今年内地生租楼潮 为什么如此热烈 是机会营销还是需求旺盛 本台记者走访了热门租牌 一探究竟 来看报道 又逢开学季 来港求学的内地生租楼潮 正在掀起 近日 不少内地生为了入住 位于红看的酒店式公寓 通宵排队抢房 今年的抢租潮 真的这么夸张吗 记者来到其中一间 引发讨论的酒店式公寓 了解租屋情况 现在排队有多不多 如果我们想住的话 最短暖和多久的排队 可能有些人每天都会排队 每天都会排队 排到有位置 那么大竞争 对 因为暑假 很多学生都没看到 其实学生比较喜欢住这些地方 对 因为风景 你拖个客人来过来就行的 如果我们现在想租 要等多久三个月 如果现在想租的话 可能最快都要9月 租楼要排队等位 甚至连起租日期都已经排在了一个月之后 究竟是饥饿营销 还是市场需求旺盛 为何今年内地生租楼潮如此热烈 今年租楼特别旺盛 第一 因为疫情关系 这两年存在的学生 其实今年都会租来香港 第二 我们看到高财通 这批批了来的香港的客户 其实都这两个月开始出来找租盘 再加上第三 本地家庭客 见到可能前景未明的 可能个别的家庭客 都会转售为租住先 这三大原因见到租务市场 在7月份非常之旺 根据前线地产代理对内定生的了解 内定生租楼最希望距离高效较近 且交通方便 楼盘相对有限的情况下 抢租势头抢进 租金声势相对明显 其实年头到现在 我们见明显 其实差了大概10%左右 我相信这个租金 除了河山潮之后 其实都会有些专裁的计划在 所以我觉得租金 其实明显去到年底 其实都平稳向上 有地产代理表示 内地商重投香港的租务市场 有别人以往来港 即看即租 现在摇距租楼成为了新的常态 从查询到乘租 仅需几个小时 较以往更为方便快捷 富豪卫视 王叔 香港报道 再来关注今天的样文早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叙利亚外长梅克达德 31号访问伊朗 和伊朗外长阿卜多拉西洋举行会谈 梅克达德来到外交部 受到阿卜多拉西洋的热情迎接 双方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 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看法 随后两人举行联合新发布会 阿卜多拉西洋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叙利亚的袭击 称以色列是地区不稳定的根源 他认为只有外部势力停止干涉 西方取消对叙利亚的单边制裁 让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返回家园 叙利亚才能实现和平 阿卜多拉西洋还表示 将继续推动俄罗斯叙利亚 土耳其和伊朗之间的阿斯塔纳会谈进程 一结束修里亚中突 他要求美军一集撤离修里亚 我们认为美军一集撤离修里亚 除了不安全的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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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需要更多的预历 而不需要更多的预历 预历的预历和预历 美军一集撤离修里亚 从预历的预历 美克达德也感谢伊朗的支持 他谴责以色列和美军的暴行 敦促美军和土耳其军队 尽快撤出修里亚领土 梅克达德此行 率连一个高级政治和经济代表团 防卫伊朗 目的是推动来袭总统五月 访问叙利亚时 两国签订的长期合作协议 并参加联合经济委员会会议 切实推动两国经贸 基建和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防卫视 郑开里莫森 德克拉报道 伊朗和科威特沙特 有关波斯湾天然气田的 所有权争端还在不断升级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 31号表示 伊朗绝不允许自己权利受到侵犯 长期以来 在波斯湾近海的一块天然气田 一直是伊朗沙特和科威特争夺的焦点 这处天然气田在伊朗被称为阿拉什 在沙特和喀威特被称为杜拉 去年 科威特和沙特 无视伊朗的反对签订协议 联合开发这处天然气田 上周科威特宣布将先行钻炭和生产 引起了伊朗的强烈反对 卡纳尼批评这项协议非法 我们也认为了声音乐 和声音乐 和声音乐 但若果非对此 业务利用 由于此 广流的利用 这种消费不存在 当然 由于伊克兰 国义 法治 和制度 和败败和败败 以兰和科威特多年来 针对两国之间的海上边界争议 举行了谈判 军义失败告中 沙特和科威特去年 同意共同开发这处天然气田 科威特当时就表示 他们的目标是 每天生产1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 和8万4千桶硬化气 这引起了伊朗的强力反对 伊朗石油部长奥基最近表示 如果彼此没有意愿相互合作和理解 伊朗将寻求维护自己 在这处天然气田开采的权益 外界分析 波斯湾天然气田争端不断的升级 有可能对中国斡旋的 沙特和伊朗达成的和解协议 构成挑战 富华卫视纽约正卡木森 德海蓝报道 英国首相苏纳克在31号 宣布扩大北海石油和天然气的 钻探规模 但是苏纳克从上任以来 其个人的行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 承诺力度仍然存在争议 分析人士就指出 目前英国各党派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想法 分歧明显 这并不利于推进净零计划 英国首相苏纳克在31号做出承诺 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向北海发放 数百份新的石油和天然气 生产许可证 在苏纳克看来 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供应问题 给英国敲响了警钟 这也是为何 英国必须要加强独立的 能源安全建设的原因之一 有关原预测 北海油气田项目 在2030年可创造5万个就业岗位 外界认为 这是保守党计划与反对党工党 划清环保政策界限的举措之一 自7月中下旬的 三个国会议席补选之后 工党的超低排放区计划 并没有给党内带来额外加分 反而加大了英国政坛 关于绿色清洁政策的讨论 分歧也愈加明显 工党早前提议允许在 现有的北海项目上 继续开采石油和天然气 但不会批准新的钻探地点 保守党则希望采取一种 适度且务实的办法 来平衡民意支持和气候承诺 苏纳克虽宣布 会对苏格兰的两项探补会项目 提供巨额英镑的资金支持 当地环保人士 对于英国北海 罗斯班克开采项目的反对力度 并没有因此而减弱 甚至连负责英国气候目标 审查的保守党议员 斯基德莫尔在社交平台上 也发文批评 苏纳克在错误的时间 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并不会助力保守党 在下届大选中获得民众支持 呼吁政府官员 停止北海油漆开发 否则可能会破坏 英国在气候危机上的心域 在同一天 苏纳克出访苏格兰 搭乘公务专机 无视环保承诺被指虚伪 苏纳克本人 以能够有效利用时间为由 予以回击 而他所带领的保守党 近日呼吁当局能够放宽 在2030年禁止新的 汽油和柴油汽车销售的最后期限 也遭到在野党派的攻击 根据《泰晤士报》的民意调查显示 生活成本和公立医疗 仍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汽承保守党选民反对 2030年禁止销售汽油和柴油车 英国环保业尔分析人士指出 目前英国政坛 对于如何实现 经历目标的想法难以兼容 将导致英国应对气候变化 慢慢拍 凤凰卫视 许亮吴若铭 伦敦报道 超过2万英国铁路系统的从业者 依然在参与长达10天的新一轮罢工 调答对薪资待遇的不满 伦敦的优斯顿 圣潘克拉斯 以及英王十字车站 是当地通往英国各地 以及欧洲大陆的主要交通枢纽 每年承载旅客超过1亿人次 每天往返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人次 超过30万 在最近 英国当地交通工会 宣布了新一轮为期10天的罢工 不过英国国会在7月20号通过反罢工法 要求包括交通行业的多个基层行业 在罢工期间提供最低限度服务 否则会遭到法律起诉和员工被解雇 但由于当地学校进入暑假期 罢工也不再只限于周末 7月31号 虽然标志着这一轮为期10天的罢工进入尾声 但适逢周一工作日还是给当地很多上班族带来了出行上的极大不便 大量旅客在车站滞留 劳资双方的纠纷仍然以薪资待遇为主 英国保守党政府在7月中旬宣布为公营机构员工平均加薪6%的时候 就表示这已经是政府的态度底线 但英国媒体31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还是有52%的英国人对食品 汽油和水电费等能源账单的日常必须开支的增加感到忧虑 六成受访者表示 现在只能是勉强应付各项开支 高通胀仍然给英国当地消费市场和居民生活质量造成很大的影响 这也迫使英国央行无法放缓加息的步伐 在这个星期 英格兰银行会召开新一轮的议息会议 外界预计在会后 英国央行会宣布新一轮的加息决定 而这直接导致英国至少400万个家庭要面对房贷成本追加的问题 凤凰卫视 曹杰 萧一格 李默克 伦的报道 再来看香港新岛日报关注到日本福岛核废水 最快这个月就要开始排海了 不过禁止原子弹清淡世界大会 周日在福岛市通过决议反对核废水排海 指长期的排放恐怕会影响生态系统 而且没有得到日本民众的理解 不应该强行实施 而禁止原子弹清淡世界大会 是由禁止原子弹清淡日本国民会议等团体主办 禁止原子弹清淡日本国民会议的共同议长 藤本泰成在大会发言时批评核废水排海 不仅让放射性物质飞散 而且会进一步的污染环境 好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 我们稍后见 成都大运会31号进行了第三天的比赛 总共产生23面金牌 我们来看一下奖牌网的最新形式 东道主中国队在第三天的赛事当中 再添4枚金牌 暂时以总数17枚金牌 6枚银牌和7枚铜牌 居于奖牌榜首位 韩国则以13斤 10银 5铜排在第二位 日本以11斤 7银和7铜排在第三位 而印度及匈牙利分别以9斤和3斤 排在第四和第五位 成都大运会31号的赛事 中国队顺利地包揽了两项跳水项目的金牌 另外在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别 赢得了本届柔道的首金 一手体操集体五圈也取得了金牌 另外中国香港队在乒乓球女子团体赛的半决赛 直落三局不敌日本 但是仍然为港队取得了历来首面大运会的乒乓球奖牌 男子双人三米跳板赛事 中国队的黄博文和梁朝辉中段发挥未如理想 不过最后两跳及时修正 以总分397.35分夺得金牌 德国和哥鲁加选手分别获得银牌及铜牌 女子双人是米跳台赛事 中国队派出曾经搭档赢的亚运金牌的张佳琪和张敏杰 两人实力超群第一跳已经取得领先 经过五名比赛最容易超过100分的优势夺得金牌 艺术体操方面 中国队在集体五拳赛事以总成绩30.9分夺金 比第二名的日本高出2.4分 集体三大二球赛事 中国队就以0.15分的些微差距落败取得一面银牌 金牌由日本夺得 至于在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别 贾春迪以一本战胜韩国选手 为中国队在本届大运会取得第一面柔道金牌 而在男子十米七步枪赛事 宋布涵就为中国增添一面铜牌 中国队在稍早前的男子十米七步枪团体决赛 就收获了一面银牌 凤河一世 曾好报道 带大家关注几则娱乐新闻 一起来看娱乐快递 香港电堂局乐队温纳乐队 将于8月6号开始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七场演唱会 温纳乐队五位成员仅日忙于彩排 这次是他们的告别巡回演唱会 身在外地的海外歌迷得惜后 对于未能亲身到香港观看都感到可惜 对此 主办单位特别开设网上直播通行证 让海外歌迷在8月13号同步实施欣赏演唱会 全球50个地区直播 包括洛杉矶 旧金山 西雅图 凤凰城 吉隆坡等地 一同见证温纳乐队演唱会香港站最后一场的时刻 台湾创作歌手卢广仲 日前到香港出席The Next Wave 沙滩音乐节 让一众到场观看的歌迷疯狂尖叫 卢广仲更与全场的歌迷大合唱 并与他们互动 大家好 我是老公众 像我最近呢 我上一个礼拜每一天都走 每一天都走两万步 谢谢大家 然后我明年还会再回来香港好不好 明年回来开个人演唱会好不好 有内地第一网红之称的冯丁墨 拥有甜美的外表以及叫好身材 成功俘获了大批粉丝 经常开直播的他早期因翻唱学猫叫而爆红 其后还进入演艺圈并演唱过电视剧和电影插曲 但去年12月冯丁墨突然暂停直播 直到日前他接受访问时 才表示自己患了晚期假装腺癌 并分享了一张他躺在病床上的照片 以及一张他手术成功之后 颈前留有疤痕的相片 冯丁墨表示 自己身体已经恢复了 嗓子也在自己不懈努力的练习下 差不多恢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被称为华人之光的著名歌手李文 本月5号在香港离世 31号在香港殡仪馆设灵 大批歌迷到场悼念 送李文最后一程 著名华裔歌手李文 7月5号在香港离世 享年48岁 家属31号在香港殡仪馆为李文设灵 下午4点起举行非公开的追思会 到场人士有著名华语歌手韩红 珍妮 肖亚轩 以及曾与李文在歌唱综艺节目上 合作的香港新生代歌手曾比特等 不少香港演艺界人士 也制送了纪念花圈 包括张学友 李克勤 熊黛玲等 因为李文生前最喜欢紫色 灵堂布置以紫色和白色为主 李文的遗体和遗照 处在一片花海之中 我妹妹去到的地方都是充满笑跟安心 今天我知道是有点困难 我借用我妹妹以往很爱说的一句话 每次她去演唱会都会说 今天你可以选择去很多地方 但是你选择来这里 所以我谢谢你 随后李文的伯乐 台湾音乐人姚谦 一母一友的前辈珍妮等 逐一发言悼恋 李文是首位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演唱的华裔歌手 演艺成就斐然 他出生在香港 同年时随家人移民美国 成年后回流香港参加歌唱比赛出道 近30年的演艺生涯中 深受内地歌迷 以及港澳台歌迷的喜爱 如今他骤然离世 让不少歌迷惋惜 超过300名歌迷 一早在殡仪馆外聚集 手捧花束或纪念海报之哀 承载了每一个歌迷对她的祝福 希望她以后好好的开开心心的 我们是贵州贵阳的 我是从成都过来 然后就是想来最后送一下歌口 就是她让我很勇敢 在童年认为就是 很软弱 不够强大的时候 可以给人力量 李文也曾表示 无论站在多大的国际舞台上 她都依然可以自豪地说 她是中国人 她来自中国香港 夜幕降临 并以馆外仍有大批歌迷 等候入场败祭 队伍一度延伸到人行道上 最高峰时超过1000人 凤凰卫视陈其曼显至香港报道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健康平安 更多消息请锁定各节新闻 感谢您的支持